68. 蘋果日報 電話枝擾朱經緯兩男女判感化 2015年7月18日要問A04本部信 中大女生及掌援店小東在網上看道警司朱經緯於漸望清場後 以警棍掃打逃人的片段,感到怒不可迫 根據高登者在網上公開主的電話號碼 四天內各自不斷致電珠達三十多次,裁判官作席之異人以錯誤方法宣洩不滿 若有不滿理應向有關部門投訴,為考慮異人年輕無案底 同判感化十二個月,但特別要求他們須按感化官指示 參與協助情緒管理的社區活動,須參與活動作管理情緒 兩名被告女生潘尚然二十二歲,及小東曠啟康二十八歲 早前分別承認共四項不斷打電話罪 便方作求情時歷陳異人背景良好 屬之優生的女生更以拔尖資格入讀中大 有意入後執教編作獄英才,望法庭不要判與監禁刑罰 影響前途 裁判官蘇嘉然判刑指出,雖然法庭索閱的報告內容正面 建議被告無需感化,為他不大糾同 他認為無論有任何崇高理念或影片內有什麼內容 被告看片段後犯案的行為實在令人擔憂 當中更有長途電話滋擾 被告雖然稱有已聯絡朱經緯尋求對話 但蘇官認為,被告明知諸是警務人員 若有不滿理應向有關部門投訴,而非打出滋擾電話 蘇官同意被告的滋擾電話並不涉威嚇性或飲威內容 亦得識被告在一時衝動下犯案 但強調被告以此方法表達不滿實屬錯誤 故判感化,特別要求被告須案感化官指示 參與協助情緒管理的社區活動 同時充公兩人反案用的手機 同案被告徐麗諾三十歲,則不認罪 下月十三日進行審前覆核 案情MH指去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間 朱迪手提電話及家居國網電話收到大量不知名人士來電 於是報警,警方翻查電話紀錄後拘捕被告 其中抗的手機有朱的電話號碼 聯絡人名稱是朱敬聯 案件去編號GWCC142045記者陳美麗 sisters обязательно 咸 us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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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